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李皮回到房间休息了一会儿 在下午4点 他和队员进行了第一次见面 在恒大酒店的5号会议室 他和所有队员进行了第一次见面 也就30分钟的会面 在4点半之后 他们出发去了 会离恒大酒店 大概10分钟车程左右的 泥水训练基地 然后李皮开始了 他的第一堂训练课 这堂训练课应该说 有点特殊 所谓特殊是什么呢 这是我见过的 恒大参与训练的最多的一次 球员最多的一次 应该有37名队员 参与了这次训练 李皮也让队员 大概进行了40分钟的 热身跑步活动 现在李皮的第一次训练 可能稍微有点不做巧 下起了雨 现在雨很大 李皮自己亲自在雨里头 指挥训练 然后底下的广州地址 包括球队的人也在开玩笑 说是不有句谷话嘛 贵人来了之后 风雨 贵人来风雨多嘛 所以也看看 这个贵人能不能帮助广州恒大 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吧